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在害我 是谁 谁在害我 姑母 您错怪我了 王爷 有句话我不是当讲不当讲 讲 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 明摆着这是在算计您 可您想想 这朝中真正跟您有厉害冲突的 都有谁呀 你 你是什么意思 目前 谁将成为大唐的新的主子 而能降此殊荣的无非是您公主以及太子 如今太子已经死了 您又被合理地软禁 这对谁有意呢 其实啊 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伎俩 我在宫里待了近四十年了 早就见怪不怪了 你是说姑母在害我 不 我没说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姑母不会的 她是完美的 她的人格是高贵的 天哪 这都是这么回事 我也是一时瞎想 随口一说 要是 要是现在 父亲在就好了 可又不知道他在哪呢 总要有人去找啊 你能帮我办这件事情吗 我能 我能想办法出去 好 死亡 你来我 去吧 extensions 我 肯定 敬人 胆哥哥 我知道你该来了 你看我这花园整得怎么样 比上一次更有情趣 我来是想 等等 让我猜猜 你想请我回去 太子刚继位竟然被立隆基 我都知道了 你看你我其实近在咫尺 我甚至能听到夜晚的惊声 而且始终能闻见那里面的腥味 龙基的事我知道了 胆哥哥 我愧对了你对我的嘱托 没想到这孩子竟 你已经尽力了 其实这不奇怪 他是宫里的孩子吗 胆哥哥 我需要你 太平 你知道 我终日守望着生我养我的地方 压制住回家的欲望 对于我是多么的艰难 我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培养了这份显淡的心情 其实我从未停止 同我挚爱的人交谈 看这些鸽子 是我的心事 这些薔薇 那是我对于我们母亲的纪念 不 这不是你的归宿 你内心深处 其实从未甘心过 否则 你不会选择在这儿隐居 实际上 你渴望得到家人的消息 因为你的责任感 还没有彻底的泯灭 我选择在此定居 是因为我意识到 所谓的云游 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野心 对于山河的征服 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占有 它需要 同征得皇位一样的激情和勇气 而这两种品质 恰恰是我所压制的 它只能催化欲望 给我带来的灾难 可它 同时也会给你带来真正光荣的业绩 你试图压制的两种品格 恰恰因为它们是你的天赋 我早就认识到你的朝徒来源于彻底的清醒 而这正是大唐领袖日前最需要的禀赋 况且你是李家唯一的男性嫡亲 大唐的百姓及李氏祖先正期盼着你担起造福天下 光纵耀祖的责任 你也是帝亲 为什么你不 因为我不具备那份清醒 我总试图运用感情治理国家 是啊 清醒 这正是我有衷钦佩母亲的地方 你不如母亲 虽然你们有着同样令人骄傲的聪慧的头脑 所以澹哥哥跟我回去吧 我需要你回去 我最终没有像他那样远走高飞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逃避并不能给我带来 真正的平和的心境 太平 我知道那不是一个善良的去处 而且无法预知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所以我由衷地钦佩你 太平 你只有一颗真正坚强的心灵 太平 太平 你先回去吧 明天早朝时 我会托人给你带去消息 不过 不论结果是什么 都不要怪我 我无法捉摸淡哥哥的心机 我无法捉摸淡哥哥的心机 这关系着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走向 我感到恐惧 也许命运真的规定我 将像母亲那样独自一人 高高在上地走向枯萎 小海 自一支 这温度 我们歌唱 那 readily 你走开 没事 对啊 我在意识上 真是 真是 你旨即可迎礼丹入朝 入主龙位 万济大将军催提 臣在 奉你为盈利大使 臣遵旨 老爷 宫里来人了 知道了 我走后把这房子扒掉 不要留下一丝痕迹 他从来没有真实的存在过 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走 嗯 崔将军 你很像一个人 很多人都这么讲 你是长安人吧 禀告圣上 我是幽州人 真的 那很奇怪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男人 圣上 您是大明宫中的一个奇迹 二十年大隐于世 这的确令人折服 不过圣上 你想到过有今天吗 所有的事情 只要决定去想 就能够想到 而我二十年前 就已经决定 不再费神想象明天 所以您觉得今天很突然 我觉得 你提出的问题很突然 我不记得 有任何人 敢如此盯着天子的眼睛说话 圣上 您不该回宫 您 您这最后一局 将您的前半生 变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圣上 您恐怕回不去了 嗯 我 不明白 这一切 为了什么 我 我一生清醒 终于 在我死前 有人 让我糊涂了一次 这对于我 甚至 是一件幸事 但是 我告诉你们 如果有来世 向王李丹 将选择为权力而生 好 我说过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王爷 我都知道了 父亲就要回宫了 王爷 相望他 他已经不在了 什么 父亲 已经被公主指定登基了 王爷 这是真的 我刚从相望那儿回来 他已经喝下毒酒了 不 这不是真的 是谁 是谁下的毒手 不知道 但 公主派的使者 刚刚去过 这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可能啊 姑母是我最崇拜的人 她不会的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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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儿等着 没我的命令 谁都不许进来 快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蛋哥哥呢 相望殿下回不来了 为什么 他改变主意了 他是怎么说的 殿下走的时候 很平静 走 他到哪儿去了 天国 我已经替公主赐死了蛋 你说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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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跪下 跪下 把衣服脱了 脱了 你 你不能杀死他 你怎么能杀死他 怎么啦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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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报答 我曾经在父亲的零钱千百次的发誓 我要让您获得最大的幸福 以补偿他欠您的情债 他欠您的太多了 他令您丧失了一生的幸福 这么多年来这是我唯一的理想 这是我一切行为的动力 现在 现在您可以登记了 没人再能阻拦您了 这就是您认为的最大的幸福吗 对 对 获得世上最至高无上的权利 我的父亲 母亲 包括您 我们这个家庭的悲剧 在于我们没有权利 您母亲有权利 可以刺死我的母亲 以及我的家人 您也保护不了我们 权利将我流放 饱受人间的沧桑与苦难 不过这一切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权利就是生存的本钱 权利就是做人的原则 我的命运在我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我要复仇 我要向全力复仇 把他贬做自己的财富 甚至是奴隶 我要堂堂正正地叫您母亲 母亲 我要告诉天下所有人 我的名字叫薛崇健 我是薛少的儿子 不是什么叛臣子弟啊 这么说 崇茂也是你杀的 是他 你 你坚持 你坚持让我不敢相信 你是薛少的儿子 他是那样一个正直的人 而你却是这样一个人 不 我想我也是正直的 真正的正直是敢于冒犯道德 去维护正义 而您的等纪 则是天下最完全的正义 因为您善良 明智 负于您传利甚至是神明的选择 可你有没有想到 我是否需要权力 我是否把他当作最大的幸福呢 你别无选择了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李隆基 或者其他什么人登基 他怎么能够忍受 您功高阵主的威望 怎么能不对您产生独义啊 您了解当权者的心态与意志 您随时都可能命丧黄泉的 现在只有把权力掌握在您的手里 那我们才会安全 你谋杀天子 我现在就可以处死你 我早已做好了父子的准备 只要母亲 滚 永远别让我再看见你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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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 你父亲 我都知道了 你慢意了 我有着比你更深切的悲痛 是吗 那你就更令我恐惧 你比我想象的更为险恶 冬季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一生只爱这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父亲 另一个就是您 你们分别代表着最完美的人格 我反对李崇茂做皇帝 我出生入死除掉为世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父亲 他不仅是一个睿智的学者 儒雅的隐世 仁爱的父亲 他还会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帝王 正向他的为人 我一直希望有一天 在朝上能辅佐我的父亲 在朝外尽心地侍奉您 让您余生幸福 可这一切 全都让您给打碎了 我已经完全不理解姑母您 您是一个淡薄权力的人 可您现在所作所为 完全判若两人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一切把我给打垮了 孟姬 你错怪我了 我是来请你明日登基的 你要是想杀我 不用这样的方式 请上面的人下来吧 我啊 我下来思诚 我下来思诚 suspicious ovy anki 快 凤姬 凤姬 随提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儿 随提 我们皆为之有 出生入死 可是你为什么要杀我呢 因为 我只有 杀我呢 深爱一个人的能力 我真 我真后悔 如果那次 我在此生两寸 这一切 早就结束了 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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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都是我最心爱的人 可为什么要因为爱我 而想互残杀 难道 难道我注定 就要遭受权力的诅咒 这是为什么 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 他就是雪上的儿子 雪崇洁 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燕儿 是我唯一的亲人 什么 可他 可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为什么 以为他要驻我成帝 来表达 爱母亲的最好方式 而你 你 却已阻挡我登基 来作为对我的报答 来作为对我的报答 我 是要捡血少的了 姑母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 我对你发现 头尼大嘴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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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怪你 这不是你的过错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姑母 您要去哪儿 姑母 您要去哪儿 您要去哪儿 咱们去哪儿 您要去哪儿 好的 那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野花迎风飘摆 好像是在情俗中长 绿草栖栖栖抖动 无尽的缠绵依恋 初帅的柳枝 坠入犹犹避水 搅乱了芳心柔情荡漾 为什么春天每年都如期而至 而我远行的丈夫 却年年不见殷刑 离家去国整整三年 为了梦想中金碧辉煌的长安 都市里充满了神奇的历史 满足一个男儿宏伟的心愿 现在终于锦衣还乡 又遇上这故里的春天 看着溢江春水 看着满溪桃花 看着如带青山 什么都没有改变 也不知新婚一个月就离别的妻子 是否依旧红颜 来的是谁家女子 生的是春光满面 美丽非凡 这位姑娘 请你停下美丽的脚步 你可知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 这位将军 明明是你的马蹄 提翻了我的竹篮 你看着宽阔的大道直上蓝天 你却飞让这渴户的畜生 剪起我满山屋底 怎么反倒 怪罪岂失我的错误呢 您的错误 就是美若天仙 蓬松的乌发 仗满了我的眼帘 看不见道路山川 只是漆黑一片 我真是美若天仙 是的 我真的犯下了错误是吗 不 您一事揭白清好 要说错误 也许是您太过完美了 不 我犯的错误 是因为我太相爱了 隆吉啊 我爱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的哥哥们 还有我的晚辈 虽然 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儿子 在这世界上 没有爱 不好 而太相爱 就会令你更失望 不 姑母 您不会失望的 有我陪着您 我一辈子陪着您 不 隆吉 你要成为这世间里 最贤明的君主 使我们大唐 真正成为善良人的天堂 姑母累了 姑母想休息了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不论是精神伤的 还是 不 姑母 不会的 您说过您不离开我 我需要您坐在殿后 赐予我勇气 隆吉 你早点去睡吧 明天还要上朝 我也 休息了 休息了 姑母 您说过 您不会离开我 我不离开你 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姑母 我懂了 您只会是我的姑母 我发誓 我会像爱自己母亲那样 爱您 我会像爱自己母亲那样 我会像爱自己一个人 我会像爱自己的 你 我会像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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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